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持续78天的轰炸 2300枚导弹 14000枚炸弹 将至少4万间房屋移为平地 1999年4月21日 北约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 击中了贝尔格莱德市区的乌西切塔大厦 就在乌西切塔被轰炸的两天后 另一枚导弹命中了当时的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国家电视台 直到今天 塞尔维亚人都没有清理导弹留下的废墟 他们竖起了一块纪念碑 刻下了当时遇难的16名工作人员的名字 并在这些名字的上方刻下三个大字 为什么 为什么要轰炸这个不具备任何军事用途的机构呢